最近有網民上載了一張照片 相片中看到中港車牌的私家車停泊在中環的巴士站 劉主說自己曾經勸司機洗前一點 不要阻礙到巴士上落下 但就反過來被對方罵 巴士還未到,先到吧 不過即使後來巴士來到 司機仍然繼續霸佔那個位置 劉主說攝氏的私家車司機經常在同一個位置接老闆 忍不住發怒,說有錢真的大了 不少人認為這個做法雖然不可取 但司機可能都是身不由己 網民解釋說不是幫司機說話 老闆叫你在這裡等,就要在這裡等 如果下來不見司機 可能隨時連份工都沒有了 你去說對方就覺得自己沒有更多 你不再想說 你不應該你想說